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安妮的視況 那麼今天呢又回到我們1.7.10的 Thuncraft 4模組教學時間啦 沒錯 那麼在這一集 哇 我們可以先帶大家看看我們 到底在私底下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吧 好 首先呢是我們前面這個 哇 我們在前面這個海的地方 就是像河流的地方這邊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很單純的自動釣魚啦 好 而且在私底下的時候 其實我讓它掛著釣 所以 哇 魚貨好多啊 還有一些霧魔書啊 釣竿什麼的 哇 超多東西的 所以像這些東西呢 我找一個時間 我會把它做個算是更動 做一些方便的一些技巧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邊的林場 好 我們就自己蓋了一個樹場這樣 然後就種我們的橡樹 這樣我們橡木就可以一直使用啦 那就一直幫我們砍 一直幫我們採收 一個非常全自動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種樹的地方 有無限的木頭可以使用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三片的農田啦 我們在私底下的時候把我們的 把我們村莊這邊把它改建了 把基本上所有的建筑拆掉 好 留這一座 這一座要留的是因為我等一下會再跟你們講 那這一座留著嘛 然後跟把田全部拆掉 然後稍微整理了一下 這邊就種了 這是胡蘿蔔的 我們的傀儡 又不做事了 傀儡在這個角落的關係 現在傀儡都會有點笨笨 這樣就好了 有時候傀儡會笨笨的喔 就要幫他移動一下 一個是小麥 一個胡蘿蔔 一個馬鈴薯 然後再來一個是小麥 對 好 這樣其實就可以讓他們 幫我生產食物啦 呵呵呵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注魔台這邊 哇 注魔台這邊把它改進了非常的 怎麼講 酷炫 呵呵呵 稍微做了一點裝飾 裝飾跟一些建築啦 那中間這個的話呢 應該在下一集的時候會用到 那這一集的話會用到它的前一個 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打算要來做魔鏡啦 沒錯 因為魔鏡的話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用途 因為它的概念呢 跟終界巷非常的類似 就是把這個物品 然後傳送到另一個地方 不過它是傳送 而不是像終界巷一樣 會保留在那邊 但我覺得也很方便 至於為什麼呢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來搜搜看 那還有是底下呢 我們做了13x13的蠟燭的 呃 鑄膜的壓制 這樣子基本上我們就不會有那種 哇 太危險的東西 然後變成說我們 哇 沒辦法壓制 然後會產生一些問題啦 好 沒錯 那這時候來講講看這一棟吧 這一棟為什麼會留下來呢 是因為我當初在拆的過程中 原本要拆了 那就往上一看 欸 怎麼有箱子 箱子打開就有精力啊 還有一個骷髏頭 哇 骷髏頭你知道在我們的 Thuncraft之中是非常有用處的東西 哦 它可以幫我們 一樣可以幫我們壓制 我們鑄膜產生的那些風險 哇 那些風險的話 基本上用頭顱 基本上還是要對稱 基本上還是沒什麼用處 所以就把它拿去放吧 哦 魔鏡 那你嘗試對鏡子施加魔法 讓你變成通往世界嫌棄的那條 廣漠的虛空傳送門 投入其或是使用管道向鏡子輸入的物品 將來跨出空間甚至次元 從另一面鏡子噴出 好 我們在第一段的時候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可以用投擲的 我們可以用Q進去的 或是讓它自己掉落下來 也可以用剪的 那剪刀之後 或是拿那個漏斗 或是其他模組的那種管線模組 可以把它倒到裡面 可以讓它穿越 穿越到另一個鏡子那邊 甚至還可以跨我們的世界 比如說從地獄傳回主世界 或從終界傳回地獄 這些都是可以的 那再來呢 基本上再來就是講說 這個通道是沒辦法傳送生物的 我們只能傳送物也可以啦 那基本上就是要有一對的魔鏡 要有兩個魔鏡 才可以製作出一個連接 OK 然後這邊 魔鏡有講說 喔 魔鏡的話 要傳的話只能一對一 沒辦法一對多 那變成說 我們兩個連接完之後呢 就不能被其他的魔鏡給連接 那如果要重新安裝的話 就是把它拆掉 然後再把它裝回去 一樣概念 好 魔鏡非常便宜 我個人覺得非常便宜啦 喔 肚子發出古怪的聲響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 Debuff啦 懸奧 喔 基本上 你在那個 Thumbcraft玩久了 你自己就會知道說 欸 哇 完了 好像有什麼問題 好像有什麼事情 這時候就要多加注意自己身體狀況 喔 真的 真的 跟生病一樣 好 繼續看魔鏡 魔鏡的話就三個金錠 一個 鏡面玻璃 然後 再一個中間珍珠 那我們最少需要兩個 那就變成說 我們需要16個旅行 然後16個交易跟16個黑暗 那...我們把那個... 我們的鏈金類的東西 都放到這邊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有沒有 各16個東西 16個旅行是嗎 有 然後16個交易 好像沒有 嗯 交易沒有 看一下什麼可以拿交易 喔 水銀 啊 簡單 那還有一個是黑暗 黑暗的話 黑暗的話呢 黑曜石或蘑菇 蘑菇 蘑菇好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喔 應該私底下 我會再蓋一個東西就是 把這邊整理一下 有什麼超亂 嘿嘿嘿嘿嘿 喔 像這個斧頭 喔 效率非常高 可以直接用P的 好 然後再把它撿回來 耶 這是我覺得奔流斧 最方便的地方啦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用砍的 砍一砍 喔 東西好多喔 還要自己撿不用 按著右鍵把它吸回來 把問題都解決了 哇 輕鬆啊 好 24個 這樣應該夠了 走吧 我們去把它燒一燒 然後燃料的話 我們也不擔心啦 燃料我們就拿一堆原木 去燒就好了 哈哈哈哈 非常非常方便 我們把問題解決了很多啊 來來來 我們先把這個去燒 燒蘑菇 燒水銀 好 我們看一下它 有沒有正常在拿去 喔 沒有 就表示說應該要指定這個 而不是這個 有啦 那應該是黑暗 所以有一個紅罐子 就是這裡 有啦 他自己幫我拿啦 嗯 看下你還有沒有 肉質的 肉質的 傀儡 呵呵呵 肉質傀儡的話一次的運載量比較多啊 那個 這個傀儡 基礎傀儡拿去種田幹嘛都還不錯 那拿來煉金就覺得有點 有點 可惜啦 有點 效率太低了 嗯 哇 肉質不太夠欸 那我們 我們稍微處理一下這隻煉金的傀儡 然後我們等等回來 OK好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把一個傀儡肉質 應該說肉質傀儡給做完啦 然後還做了一個傀儡升級 就是傀儡的風的升級 讓他速度變快 這是我們肉質傀儡 這是我們的大多數的好夥伴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 然後啊 忘記讓他指定 呃 這裡 嘿 這個 好啦 它一直都搬八個 但是要快多了對吧 呵呵 哇 不然有夠浪費時間呢 一個一個搬 有夠久 欸 還是少我們的水銀 水銀也不少東西啊 呵呵呵 天啊 這邊有六個東西 那會裝風的原因是因為呢 讓他可以走路速比較快 那再來就是讓他們把我們翻完啦 啊 這邊的傀儡一直在發幣 那再之後的話呢 我可能會把 再多種幾個 多用幾個那個把種樹的地方這樣 啊 因為這樣如果 才不會不要 才不會有那種 喔 這個木頭很多啊 其他都沒有木頭這樣 呵呵呵 好 蓋個建築組都好 好 那接下來就等他這邊倒完咯 那我們這集的話呢 除了把我們魔鏡做出來 還要做一個東西是 魔腦封罐 對 有魔腦封罐之後呢 我就開始會製作我們的刷塊塔 對 魔腦封罐 對 魔腦封罐 這個魔腦封罐呢 它的好處是 就是它可以把經驗球 它可以把經驗球 把它存在這個罐子裡面 然後封罐滿的時候呢 它會跟我講 然後它會有例子提示我這樣 那10個腦 10個思維 20個不死 跟10個感官 那這些東西很便宜 但它的風險是適量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 我會留到今天製作 就是因為它的風險是適量 風險對我來講有點高 實在是有點高 那我們可以稍微準備一下它的東西 10個思維 10個腦 大概用這就可以了吧 15個 好 然後 然後再來是 20個不死 不死的話記得當初有看到 是 好 用大腦就可以了 簡單 腦的話在樓上 那有 喔 這樣就有這個咧 那我們就可以一次拿兩個 那最好20 最少要20個 所以要拿10個腦 12個 以防萬一 拿多一點 好 然後回到1樓 然後還需要感官 我們有貓頭鷹 貓頭鷹的話 我們拿金金石 那剛好 那一樣要10個嘛 我們就一樣燒15個 欸 確認一下 欸 欸 這個 摩到風冠 喔 20個 10個4個 OK 好 那再來是準備好的 大腦兩個蜘蛛眼 一個風冠跟一個水桶 好 我們看一下啊 大腦 大腦兩個蜘蛛眼 一個風冠 一個水桶 這個不能下去1樓 真的蠻麻煩的 兩個蜘蛛眼 有 然後一個水桶 有 好 就差風冠了 OK的OK的 會 現在移動速度越來越快了 現在都摔在地上 那風冠的話我們直接拿裡面的就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要製作的魔鏡 那我們最少可以製作兩個啦 那鏡面玻璃跟終界珍珠 鏡面玻璃的話家裡應該做得出來 我們先去看看 那一個終界珍珠跟三個金錠嘛 對吧 好 那變成說六個金錠跟兩個終界珍珠 金錠 有 好 然後兩個終界珍珠 有 好 再來就是鏡面玻璃的話只剩一個玻璃片 我們要很多玻璃 還可以 好啦 然後兩個玻璃片 跟兩個水銀 那水銀要做出鏡面玻璃的話 要在合成台製作 就是那個暴術合成台 然後髮帳號在一樓欸 真討厭 想要直接再做一個往下走的一個洞 好 那我們有終界珍珠 然後三個金錠 然後跟這三罐 之後的話就不用這樣自己再手動了 那之後有更方便的方法 這個票車就跟你們講 來 魔鏡 取了一下鏡片 然後三個玻璃 要不要三個黃金跟一個終界珍珠 然後確定是超過的吧 或是16個以上 好 走吧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囉 那這個的危險程度是 回呼其回 然後這樣我們有做壓制的關係 所以不用怕 沒有錯 非常快速啊 開始吸收物品了 哇 第一個魔鏡 魔鏡超大一個的 哇 站在上面感覺超大一個的 好 那我們有第一個魔鏡了 那我們需要做第二個 對 我們當初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我自己笨笨的 不知道這個要兩個 好 好 那回圓規正傳 我當初不知道要做兩個 然後結果我就做一個 然後他這到底幹嘛用的 然後就把他丟掉了 哈哈哈哈 超級浪費 真的是超級浪費的那種 喔耶 做完了 我們現在有兩個魔鏡啦 那我們怎麼把它連接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對著魔鏡再點一次 到了 那就link完成了 那怎麼傳送呢 對 就跟傳送門一樣 那他的特點就是 他會傳送在他那一格的方塊 怎麼講呢 就是他在丟在這格的方塊 也會傳送走喔 所以你不一定要一定要那個 你不用一定要說 把他這樣子 向下擺 他就算不用向下擺 他還是會傳走 走 看著快動了 快動了 快動了 那這兩個就是 意思就連接的狀態啦 那我需要這個製救什麼呢 我需要拿這個來 把他去 去處理我們的垃圾 在處理如果我們垃圾之前 我們需要一切切的 Alien 1پ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我現在需要 好好地想一下 因為我們在釣魚的時候嘛 我們會釣出很多垃圾 那我們垃圾都不會把它 垃圾在自己遊玩的時候都會處理掉 這個不會啦 這個要靠自己 這個所以才要幫他們設計啦 然後再設計一個說那個幫我們把垃圾處理掉的小傀儡 就是專門處理這兩箱垃圾的兩個傀儡 那我稍微製作完之後再回來跟大家說吧 OK 我花了一點時間把這邊的東西也製作完啦 那製作完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到這邊有兩個肉質傀儡 除了幫我們釣魚之外呢 肉質傀儡還可以 OK 肉質傀儡的話主要就是幫我們可以把裡面的垃圾撿出來 嗯 包括皮革啊 鞍啊 像什麼 荷葉的話我就可以留著 好 皮革血 齁 終於 那設計完之後呢 就是要把它變一個有趣的東西啦 就是 OK 然後 這邊link link到哪裡咧 OK 我在想要不要直接用個垃圾桶 啊 簡易的垃圾桶 那什麼叫簡易的垃圾桶呢 就是直接連接到岩漿 呵呵 我們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好 我們把岩漿撈回來之後呢 好 我唯一想到的方法很簡單很單純 好 就怎樣呢 我直接 挖個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倒個岩漿 喔沒有 我先放個魔鏡 然後勒 倒個 放個泥土 倒個岩漿 跳上去封起來 好 然後就 如果沒錯的話就是 好 收掉了 啊 蜘蛛 好 很簡單 然後再來就指定他們幹嘛呢 指定這個 好啦 指定1 指定2 然後開始丟 然後幫我們清箱子這樣 啊 哎呦 我吃上了反甲是不是 很好 好 就這樣 哈哈哈 這樣就可以自動幫我們處理垃圾的問題了 好 這我們這集魔鏡的用途 呵呵呵 那自動魔鏡的話我會在想辦法啦 想一些其他的東西來用 應該是要做那種 遠距離傳輸回來的啦 理論來說 呵呵 好 那接下來呢 要來做我們的魔腦風罐啦 哎 我們東西應該都燒完了吧 哎 沒錯 看一下啊 有了我們的 大腦 然後跟這個死亡 跟失禦 哦 死亡只有十幾個啊 但是原本就有了 呃 欸 8個 怎麼可能 好吧 那再燒一下吧 哦 沒燒完啦 耶 走起 我們就來製作吧 魔腦風罐 那這個風險等級是什麼呢 沒錯 是適中 呵呵呵 哦 適量 來來吧 製作 看到他 非常的會有點不穩定 哦 哦 上不去 哇 看來我們的適量對我們來講也是還好啦 啊 適量製作出來有沒有 平平無奇啊 哦 非常的簡單 哦 而且非常好的是以前的話呢 它的鐵桶 如果你是水桶的話 它會連桶自己吃掉 啊 現在會還你水 欸 現在還你 現在會還你桶是吧 呵呵呵 啊 好 非常的好 好 那魔腦風罐呢 這我要帶來幹嘛呢 哎 沒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起收經驗值 所以通常會放在這邊 啊 就變成說東西燒完 欸 產生經驗值 然後再給我們這樣子 啊 我們有魚 豬肉 雞肉 跟牛肉嘛 啊 這三個然後再配一點點的 糖 這個東西再配上糖 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啊 三層肉餅 嘿嘿 要撿回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糖 牛肉 雞肉 跟魚肉 到啦 三層肉餅 啊 三層肉餅很棒的是因為 它可以有回復的效果 好 特別來講 非常方便 吃一吃 讓它可以回復這樣 超棒的 好啦 那今天呢 完成一些 適量難度的一些鑄模 那這集呢 差不多也在到此結束啦 那我們這集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 自動的漁場 沒錯 釣魚的地方 然後自動林場 跟自動農場 那這些呢 就讓它私底下放著去讓它進行吧 沒錯 那麼下一集的話呢 我會開始來找我們的 斐色 斐紅教徒 找我們異教徒去理論理論 好 我們去拿取他的一些東西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 喔 原來這世界上還有邪惡面的存在 還等著我們去探索這樣子 喔 好啦 今天這集呢 差不多該到此結算 那麼一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右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那如果是手機觀看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旁邊 有個小小鈴鐺 點下去 我們第一時間出片 或直播會通知你們喔 那麼 不要忘記繼續看我們的 模組教學 還有我們最新的系列 就是我們的 E2E的 模組生存 沒有錯 那大家可以多多去觀看囉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分享出去 那麼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來 下次的影片 再見面吧 大家拜拜